哈喽大家好我是思琦 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是想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日本单地的化妆美容室 在我的认知里面给人化妆的地方有两种 第一个是一般的美发师发廊 就是他们专门还是做头发的 里面有兼备化妆服务 相对没有那么的专业 就是看那个发廊他请的那种化妆师是不是比较支撑的 第二种呢就是专门给人化 结婚仪式啊成人礼啊 穿那种和服 还有重要活动的专容 这种专门做妆发的美容室 那今天呢我预约的那一家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种 就不知道等一下化出来的妆容和做出来的头发会是什么样子的 那如果你对日本化妆室感兴趣的话 就跟着我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然后给我化妆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跟化妆室交流好之后 它首先第一步是给你清洁脸部 然后再给你涂一些保湿的乳液在脸上 这个应该是上妆前乳 它给我用到的是RMK的粉底液 而且是调和的两种色号的 在化妆的同时呢 有另外一位发型师过来 它会帮你设计一下 预先的弄好一下固定的发型 要为后边弄的发型做个铺垫 然后呢它为了让头顶变得蓬松一点 所以把我整个头顶那块头发都卷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大写的一个丑子 接下来我都要顶着这么丑的一个头发做造型 那它的定妆手法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随意 没有任何技术可言 它给我用到的眼影全都是日月精彩的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鲜老 这个眼线的话我觉得画的也是有点醉 看起来非常的不顺畅 而且又很粗 不过还好它后边会再加一条眼线液 铺一层眼影而去晕染开 但是我觉得整体出来的眼状还是非常的 嗯就不是很喜欢 眉粉用到的呢也是日月精彩的 那这个化妆师它是没有帮我设计眉型的 就是随我自己本身文美的眉型那样画上去 然后它会用比较自然棕色的眼线液 来帮我画眉尾的毛流 这里当下我就意识到眼影画的太老气了嘛 所以呢我就委婉的要求它帮我加一点卧藏 这样看起来会显得年轻一点 结果它帮我画的卧藏呢也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那这个睫毛呢涂的真的是参差不齐的那种 还有它可能也看到我的黑眼圈太重了 所以在眼睛下方呢叠了好几层的提亮用的高光 它会在唇线两边画高光就增加整个唇部的立体感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学到了 那么日系大部分偏爱用粉色系的口红 所以在它店里边我要求用红色唇膏 它们还感觉很意外 就说日本人就很少用大红色啊正红色的那种 然后妆容全部画好了以后呢就开始弄发型了 它首先会在刚才做好的卷发基础上 在后脑勺抓一点头发抓起来 做成一个公主头的样子 然后我这个发际线它是三七分的 颠海是往侧边这样子边发边起来 并且边发的同时可以看到它的手法是边往外面抓点头发的 日系的边发呢它的精髓就在于抓 你边的同时一定要往外面多抓几个那种细细的头发 这样才能打造自然感 然后耳朵上边的头发它也是一点一点的往后面编进去 剩下的没有扎起来的头发再用电卷棒加热卷一下 除了 制作者 杨茜茜茜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看一下整个妆面的感觉 他们的高官下手还蛮重的 苹果肌以及这个颧骨这里 打了好多层 而且用的是不同的高官 就日系非常非常的追求通透感 有那种透明的水关机的感觉 然后整个妆感出来 我觉得特别的显脸大 特别的膨胀 我还刻意的跟她说 我要显脸巧的妆容 像我们这种大脸 就很不适合这样子打高官 然后眼影和睫毛膏眼线啊这些 我觉得都还没有我自己画的好 这个眼妆画出来真的显老 就整个一下子老了三到五岁这样子 因为她有给我画一点点 这种下眼俭的眼线 眉毛的画 她帮我画对称了 这个我还挺满意的 自己画眉毛就两边不对称 化妆师呢 她就帮我两边给调整齐了 最后说一下发型 是日系的那种边发啊卷发啊 一半盘上去 然后一半是做这种搭卷的 那这个是我今天这个妆法的花销 化妆加上头发一共是7900日元 值得人民币是500元 在日本的话算便宜的价格 就是妆法两种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以这个价格画出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到底值不值 所以呢我决定明天再去另外一种 美发室就是发廊 画出来会有什么差别 就明天见吧 哈喽我今天来到了第二家 就是日本一般的美容室美发室的地方来化妆 我预约的这个化妆师呢 我是查了他的资料 他有参加过直春秀的化妆大赛 然后平时也是一个化妆的讲师 所以我今天还蛮期待他 帮我化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我现在就上去了 同样也是起步先做清洁 然后他的妆前我记得也应该用的是MAKE的一款 增添透明感的隔离妆前 粉底液的话是直春秀 然后他也是调的两个色号 最白的674和664 然后他很贴心就是会帮我刮眉毛旁边的一些杂毛 定妆也是用到的直春秀 然后前面我也有说这个是参加过直春秀比赛的彩妆师嘛 所以他今天给我化妆用到的彩妆 基本上都是直春秀的 分别在鼻梁上唇线 眼周的C字区 然后下巴这里都上的是MAKE的高光 我非常喜欢今天这位化妆师的手法 就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细致 而且妆业度比较高 眼影的话呢 我让他用的是带珠光的棕橘色系 带点红吧 然后也是直春秀夹的 搭配偏红的眼影 他给我用的是棕色的眼线液 就整个眼妆看起来会柔和很多 眼尾他没有给我拉长 就画得很短 而且稍稍有点上扬 观视从视频里边 看他的上妆手法 我就觉得很舒服 不会仿佛多次羞羞补补的那种 整体看起来就很流畅 然后日本的化妆师上的底妆和眼妆 都非常的清淡 所以呢我就要求他再帮我叠加 几层比较深的颜色 眉毛画的也是自然框 眉尾他会用手指抹开 然后拉长 他调的唇膏颜色我也很喜欢 就比较显年轻的珊瑚色 这里他用腮红当做修容色 说是亚洲人肤色偏黄嘛 所以用腮红修容的话 脖子上不容易看出 脸部和脖子的色差 用棕色的修容啊 可能很明显能看得出 下额骨那里有一道黑黑的 好了现在这个化妆师帮我化好妆了 我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就是非常的自然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好气色 他的眼妆啊 眼线没有睫毛膏都非常的清淡 然后眉毛化的我也挺满意的 最后就开始做发型了 那化妆师他是建议像我们这样子 比较细软扁塌的发质 用细一点的卷发板 不要用太粗的 这样子比较持久一点 并且他给我卷的方式是里外混合卷 就是随意的往内卷和往外卷 卷完之后呢 用手抓伞开来就OK了 然后我今天的妆容和发钱加起来是一万一千日元 在一般的美发式的价格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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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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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今天的妆法整体来说我是比较满意的 我个人会更喜欢这种 就比较休闲 比较日常 弄一个这样子的造型 就可以出门的那种 然后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呢 今天我的眼妆 就没有化得那么的烟熏 今天呢 他给我用的橘红色系的眼影 唇膏也是偏珊瑚色系的 就整体化起来 人的脸色啊 气色看起来会比较明亮 比较好一点 没有那么的显老 会稍微显年轻活力一点 比昨天传统的妆法 化妆师来说的话 这种更实用吧 就日常的话 你想去逛个街啊 或者去参加个聚会什么呢 就可以来这种美发室化妆 然后像昨天的那种呢 就比较适合去参加结婚典礼啊 然后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场合 需要端装正式一点的妆法的话 可以去昨天那种 好 也希望你这两天的 日本美发室化妆体验呢 能给大家提到一个参考 有两种化妆的店铺 两种选择 那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选择去哪一种店铺 那么这期日本的化妆体验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想看关于 日本别的体验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然后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